大卡車水泥車呼嘯而過 狹窄的路口好危險 但仔細一看 為何要左轉的機車 得先停在馬路正中央 我覺得這個路口都還滿危險的 他直接左轉 我為什麼要帶走 其實桃園龜山的正信路 與西式湖路口 5月29號才傳出死亡車禍 照著號制指引的機車騎士 在左轉時 卻和直行的汽車相撞 造成男子與妻子天人勇格 原因就出在這條 讓人困惑的交通指引 兩條車道中間夾著一條機車左轉道 難道這又是台灣獨有的交通地域嗎 交通局之後 我們會再當針對於正信路上 上游路口的交通公司進行檢討 加強引導 以杜絕汽車違規時的可能性 為了杜絕交通地域狀況 桃園開始加大力道 推出行人專用於早開始項 減少人車征道 就是這樣每一方向這樣走啊 在鬧區裡面 這樣也蠻安全的 我們就是利用行人專用實相 在假日期間人流較大的地方呢 我們給他絕對的一個路權 預計於年底 桃園市要增加180處的行人綠燈 早開始項 期望用政策讓行人上路感受 越來越友善 環宇新聞陳明燕 祝家松李若彤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按讚